你们早 黄国昌献宣民众党中央 为声援柯文哲的活动开会 我有可以回应一下周刊爆料的1500万吗 不回答任何问题 但是周刊爆料闹得沸沸扬扬 指出简连找到柯文哲一支关键的USB 里面的Excel党记载 2022年11月1日小省1500审庆金 1500这什么意思 1500这个你可以乱写吗 现在就是在演什么 台湾的文化大革命 上上有这样的数字 而且在Excel党里面有这样的资料 而且不是只有一笔 好像还有好几笔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起人疑斗 1500他们就把它戒毒是1500万元的一个金流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其实是高度的违反侦查不公开 这1500是指金额还是下午三点钟 因为审刑金被控以4740万行贿应小微 传出其中有1500万下落不明 而柯文哲的1500出现在2022年11月1日 跟北市府在2022年10月8日合发金华城建造 时间点相近 高院裁定认为被告柯文哲有瓜田里下之嫌 也成为积压关键 警察官一定会问柯文哲说为什么这样记载 甚至去找出陈契金来说 那有没有1500万的这个事实 有的话恐怕会罪名会转为违背职务收费罪 那把定型度就变成三年以下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若真的有证据 为什么不在深压时提出 而是在现在柯主席无法辩驳的时间点 究竟1500是时间还是金钱 柯文哲金华城案打司法战 也打舆论战 TV新闻综合报道